澳使馆领事探视,遭中共以间谍活动扣押的华裔网络作家杨恒均,澳籍华裔作家杨恒均推特照片《澳大利亚外交部》证实。 澳大利亚使馆官员,星期五,下午对中国安全部门,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扣押的澳籍华裔网络作家杨恒均,及外界所知的杨恒均,进行了领事探视中共官方星期四确认。 近几年趋向低调的自称民主小贩的海外时事评论人士杨恒均,因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犯罪活动。 北京市国家安全局,近期依法对其采取了强制措施进行审查。杨恒均家人聘请的律师表示,他被怀疑间谍活动,目前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六个月期间,无法获得律师代理。 澳大利亚外交部网站消息表示,根据与中国的领事协议澳方,接触到了杨恒均。 但依据隐私法律,不能提供探视的详情。 据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官员表示,他们不相信杨恒均被扣押,是因中国与西方关系恶化的结果。杨恒均与家人1月18日,从纽约飞抵广州,但是没有按人计划转机转飞上海。 从此失联1965年4月出生的杨恒均1987年,毕业于复旦大学后,进入中共外交部199。 两年在香港为一家中国国企工作,1997年,到美国大西洋理事会,从事研究工作。 经常写一些真编石壁文章的杨恒均2000年,获得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博士,并取得澳大利亚公民身份。 2018年初定居纽约